佩奇,乔治,快出来,妈妈给你们买了好多好吃的哟 妈妈妈妈妈,我来了,妈妈妈妈妈,我也来了 哇,妈妈给我买了这么好吃的呀,太好了,我要快吃哦 哎,先等等,先等等,小吃我可是有条件的哟 啊,妈妈,吃东西还有条件呀,是什么呀 只要你们把我这里准备的糖果都数的正确 我就把这些零食给答正确的人哟 妈妈,我的数学本来就不好,还让我数呢 不数可以啊,不数的话就没有零食 嗯,好不好吧,那我来数数吧 一共有1,2,3,4,5,6 妈妈,一共有6个糖果 佩奇,你来数数呢 嗯,好的妈妈,1,2,3,4,5,6,7 妈妈,一共有7个糖果 好,那我现在来公布吧 佩奇的答对了,这些糖果全都该佩奇了 不对不对,明明是我数的是正确的 是6个呀,不是6个,是7个 姐姐,不对不对,就是6个 哎呀,乔治,你要是不孝,要不你问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呀 小朋友们知道哟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这里真的是7个吗 不是6个吗,一定要给你想问心告诉我哟 我觉得一定是姐姐答错了 救命啊,救命啊,谁能来救救我呀 嗯,谁,谁在救救命啊 我,我,葫芦娃,我中了蝎子巾的魔法 被他封印在卡片里了 我也是葫芦娃,你快救救我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是葫芦娃 啊,你们三个都是葫芦娃哥哥呀 那,那我怎样救你们呀 佩奇,佩奇,我需要小红星 哦,是小红星呀,我这里真好有 那我现在就给你们吧 等等等等,佩奇,佩奇,我才是葫芦娃 其他两个是假冒的,你可不要相信他们 嗯,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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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想谁才是真正的吧 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诶,佩奇,佩奇,你怎么对着卡片说话呀 哦,原来是奥特曼哥哥呀 葫芦娃哥哥被鞋子巾封印在卡片里了 可是只有一个才是真正的葫芦娃哥哥 我也不知道该救哪一个呀 佩奇,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有什么 三个都救不救好了吗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呀 那我把小红星都给他们吧 三个,佩芦娃哥哥 我把僵尸和怪兽也就丢出来了呀 佩奇,佩奇,佩奇,别急 只要手机前的小朋友们发送素质666 这些怪兽和僵尸就会被封印在卡片里了 哦,真的吗 小朋友们 你们快发送素质666吧 姐姐姐姐快跑快跑 怪怪怪怪怪怪兽要来了 姐姐姐我 哇,我跑不动了 我好烂呀 要不然你先跑啊 不行不行 你可是我的弟弟 我怎么可能放下你不管啊 呃,姐姐 怪怪怪怪快快追过来了 他还有什么办法呀 人稍褂,让我想一想 哎,姐姐 你看它有个摩天轮 要不然我们躲在摩天轮上吧 哎呀,好呀 姐姐真是的 好办法啊 哎呀,姐姐 我们这样还是会被怪兽发现的呀 嗯 我想到了 对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说你们的红星特别有魔法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把我们隐身呀 既然怪兽就发现不了我们了 拜托你们了 哈哈哈哈 裴奇乔治 别唱了 我都发现你们了 你们快出来吧 小朋友们 你们怎么还不发送小红星 把我们隐身呀 既然怪兽要把我们抓起来的呀 哈哈哈哈 裴奇乔治 我来了 哎 裴奇乔治 怎么不见了呀 刚刚还在这呢 这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是不是你们帮助了裴奇乔治 快把他们两个交出来 不然我就把你们全都抓起来 小兔瑞贝卡还等着我去游乐场玩呢 哎呀 妈妈给我弄了这么多水果 让我洗干净 我要洗到啥时候才能出去玩呀 嗯 真难过 姐姐姐姐 走 我们出去玩了 哎呀 玩玩玩 弟弟 你没看到 我这还有这么多水果要洗吗 哎呀 姐姐不就是洗水果嘛 别担心 我来帮你吧 真的吗 弟弟 当然是真的啦 姐姐 可是弟弟 就算你帮我洗 也有这么多 我们两个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洗完去玩呀 姐姐 别担心 我可有魔法神器的呀 啊 弟弟 你有魔法神器 那当然啦 当当当当 看我的 无啦无啦魔法 变 嗨 姐姐 水果都洗干净了吧 哇 弟弟 你的这个魔法棒可真厉害 不到两秒钟这么快就洗干净了呀 那当然啦 姐姐 那我们快出去玩吧 太好了 终于可以和小兔瑞贝卡去游乐场玩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的弟弟用什么方法 帮我快速洗完水果的吗 知道的话 就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奥特曼哥哥你快来救我呀 快来救我 有有怪兽 奥特曼 还想找奥特曼来救你呢 这小美事 有小朋友在喊我 我来了 我来了 哎呀 今天没吃饭 哎呀 飞得有点慢 哎呀 奥特曼怎么没有来呀 哈哈 那一定是奥特曼没吃饭 飞得有点慢 奥特曼是绝对绝对不会来救你的 你是黄 奥特曼哥哥一定会来救我的 奥特曼哥哥是森里面的守护神 呦 我来了 奥特曼哥哥 你终于来了 哼 怪兽 我告诉你们 虽然我没吃饭 但是我一定会救小朋友呢 你没吃饭呀 你能打得过我们俩吗 怪兽 我告诉你 虽然我没吃饭 但是只要有小朋友给我发出小红星 给我补出能量 我就不用吃饭了 哼 小朋友们才不会给你发出小红星呢 怎么可能 小朋友们最喜欢奥特曼了 你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愿意给我发出小红星呢 这样我就能补出能量 这样我就会变得力大无穷 打败怪兽了 这些卡片是我帮助妈妈做家务 然后考试考了100分 得来的奥特曼卡片 我来看看这里有多少张奥特曼卡片呢 1234566张 哇 真是太好了 我还擦四张 就可以凑齐十张奥特曼卡片了 哎呦 乔治 乔治看奥特曼卡片呢 你这些卡片呀 可全都归我了 什么 怪兽 你不能抢我的奥特曼卡片 这个是我考试 还有做家务得来的 我管你从哪儿得来的 以后这卡片就是我的了 我要给你没收掉 哎 你可不能把奥特曼卡片给我拿走 你要是拿走了 奥特曼卡片会出来的 出来 你觉得我会让他们出来吗 我用魔法把他们封一下卡片里面 看他们怎么还出来 看 这样 他们就出不来了 我要要把自己卡片全都给带走 拿走喽 啊 卡片 我的奥特曼卡片被拿走了 这怎么办呀 因为他们的小朋友们 只要你们点击小红星 这样怪兽的魔法就不会起作用了 奥特曼卡片就能出来惩罚怪兽了 乔治 你在这玩什么呢 姐姐 你看我在玩奥特曼卡片哟 乔治 这是什么奥特曼卡片呀 这明明就是怪兽卡片 我马上把这个卡片给撕掉 我把它撕得稀碎稀碎的 嗯 姐姐 你干嘛呀 这是我的奥特曼卡片 你赔我的卡片 姐姐是坏人 我讨厌姐姐 乔治 这真的是怪兽卡片呀 我不相信 不相信 这明明就是奥特曼卡片 你还把卡片给我撕坏了 你要是不信 你看我把卡片给你拼好 看 这就是怪兽呀 看吧乔治 啊 姐姐 还真是怪兽呀 哈哈 小猪们 要不是你把卡片拼好 我可出不来 嘿嘿 我呀 现在就把你们给抓走 姐姐 怎么怪怪兽出来了 乔治 别怕 姐姐有办法 对目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点击小红星 通知奥特曼哥哥来呢 奥特曼哥哥就能马上过来了 哼 还等奥特曼 等奥特曼来了 我已经把你俩给带走咯 带走咯 带走咯 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能发送小红星 告诉奥特曼咯 哇 乔治 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巧克力呀 以前我不懂事 总是欺负姐姐 所以我就用我的零花钱 买了这些巧克力 这三个树 留给我自己的 还有这三个巧克力 是用来给姐姐道歉的 哇 我们家乔治 真是长大懂事了 你姐姐知道的话 肯定会很开心的 乔治乔治 我来了 听说你给我买了礼物 要给我道歉呀 我来看的是什么 哦 原来是巧克力呀 最讨厌吃巧克力了 不过 既然你愿意和我道歉 那我就收下吧 哼 你走开 不要拿我的巧克力 诶 乔治 你怎么能让你姐姐走开 你不是说要跟姐姐道歉吗 妈妈 我是真心要给姐姐道歉 可是她不是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说话可有礼貌了 而且 我姐姐特别爱吃巧克力呢 她就是假帽的姐姐 哼 我才不是假帽的呢 我和佩奇长得一模一样 你就是假帽的 小朋友们 快发送小红星 让这个假帽的佩奇 献出原型吧 让我们看看她到底是谁吧 孩子们 妈妈给你们分糖果了 给我们家佩奇一个棒棒糖 再给我们家乔治一个棒棒糖 剩下的这个棒棒糖 就给妈妈吃吧 试试啵啵啵的 我乔治最喜欢吃的棒棒糖了 我们打开 真好吃 哎呀 这么快就吃光了呀 妈妈妈妈 我还想吃 我还没吃够呢 哎呀 我们家乔治想吃呀 来来来 妈妈把这个棒棒糖给你吧 给给给 快吃吧 妈妈 你对我可真好 姐姐 你的糖果要不要呀 你不吃的话 也给我吧 乔治 你把你自己的糖果吃完 还要别人的 你这样做是非常不对的 妈妈 你快把你的棒棒糖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呀 你不给我吃就算了吧 怎么还把妈妈 给我的糖果也拿走了呀 佩奇 乔治愿意吃 我们就把这个棒棒糖 给她吃吧 你是姐姐 你让着她点吧 妈妈 你这样实在是太痛弟弟了 你这样会把她捅坏的 她已经吃完了自己的糖果 为什么还要分我们的呀 不能让她养成这样的坏习惯 再说了妈妈 糖果吃多了 对牙齿不好呀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如果对 就发送小红星吧 嘎嘎嘎 小孩子 你吃饿了吗 你饿了的话 我给你拿点好吃的去哦 嘎嘎嘎 好 我知道了 你在这等着 我呀 这就给你拿 哎呀 乔治这一天天的 就把这鸭子给守着 趁他不在 赶紧把这鸭子给悄悄拿走 嘿嘿 拿走喽 小孩子 快 我给你拿好去的来了 小孩子 这跑哪去了呀 哦 我知道了 他肯定在和我玩躲猫猫呢 是吧 你等着啊 我马上马上给你找出来 是不是在这呢 哪在这呢 小孩子跑哪去了呀 去哪了呢 乔治 你在找什么呢 姐姐 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的小鸭子呀 哎呀 乔治 那小鸭子不就天天围着你转吗 我哪看见过呀 他不在这呢 啊 不在 那我的小鸭子去哪了呢 我刚刚还在这儿看见他们呢 哎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看见过我的小鸭子去哪了呢 要是看见的话 一定也给你小婚姻告诉我呦 我可担心他们呢 今天去森林栽果子去咯 哎 这帽子是谁的呀 好像是谁的安全帽 这附近也没人呀 有谁 你们谁的帽子掉了呀 啦啦啦啦啦 蝎子镜 千万是你的帽子掉了吗 要是掉的话赶紧拿回去吧 什么呀 可不是我掉的 我蝎子镜最讨厌戴帽子了 走咯走咯 光头墙 这是不是你的帽子呢 乔治 这不是我的帽子 帽子在我头上呢 啊 那这是谁的帽子呀 我的帽子终于找到了 原来掉在森林了呀 僵尸先生 这是你的帽子吗 是啊 是啊 乔治 这个是我的帽子 是我刚刚掉的 现在呀 我不欺负小朋友了 现在我在工地盖大楼呢 所以必须得戴安全帽 哦 原是这样呀 江氏叔叔 那你赶紧把帽子给戴好吧 路上注意安全 盖大楼也要注意安全呦 嗯 好的乔治 我呀 把帽子给戴上 谢谢你了 妈妈 妈妈 你在家吗 嘿嘿 周妈妈 好像不在家 是啊 周妈妈不在 周爸爸在呢 哎呀 爸爸 哎呀 你吓着我啦 有啥好吓的呀 咋了 有事呀 啊 没 没事 没事 快说 怎么回事 哎呀 爸爸 我前天那个考试 试卷发下来了 又要签个字 没问题的呀 来爸爸给你签 可 可是啊 我这个成绩 有点不太理想 哦 那你说说 你考了多少分吧 我 我考的不高 不高 不高是多少分呀 50分 不是 40分 不是 到底多少分呀 赶紧拿出来 行 其实我只考了30分 啊 30分 算了 你还是把你的试卷 拿给你妈妈签吧 我才不敢给你签 哎 爸爸爸爸 你别别别呀 你就给我签了嘛 妈妈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打我屁股的 乔治 我听见了 什么 你考30分 哎呀妈妈 你啥时候在后面的呀 哎呀吓着我了 今天看我这么收拾你 诶 祝妈妈 别打孩子呀 孩子都这么大了 打也不合适呀 那行 今天晚上好好反省反省 为什么才考30分 是不是自己看玩啊 哦 好的妈妈 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考多少分呢 你们是不是比我高呢 评论告诉我吧